录剧中的主角们通常都绅士凄惨 之前介绍过20美墙惨大女主 这次轮到那些每一位的绅士都悲伤 虐到心肝脾肺肾都在痛 只想穿过荧幕安 他们啊 与君初相识由迪丽热巴 任加伦领贤主 这部剧的两位主角都很惨 身为娇人的长一辈 得先机抓住囚禁 还要忍受玉玲师的驯服 好在 倒计云河 让他感到一丝温暖 他不知道计云河 了让他重返自由才要骗他 捅他一刀 原本已经苦命的剧情 加上任加伦的演技 整个超越啊 与初相十八大看点带播 录剧长越近名由罗云西 白领贤主演 这部剧还没开播就很有话题 因为罗西真的太常扮演虐心角色 这次饰演 前期先是 子 都是日常生活 后来还要 大家可以一起期待 云西的演技了 十位古装美男静双城游 陈启领 主演 虽然因为孵化道和魔改的关系 这部评价 像两极 但不可否认男主角苏摩真的超可怜 虽设定为海黄转世 但亲眼看到爱人跳塔 练就超 功夫回归 整个白忙一场啊 竟双城八大看点周生 顾游刃加伦 白鹿领贤主演 这部也是两位主角 很惨 小男臣王周生辰 效忠国家 军功显赫 雀兽 亭忌惮 但历世一生无妻妾子嗣 喜欢时宜又暗于 愤而不得 周生如故的逼美学 当时也被网友热烈 论 谁能比他残 十部宾月亮 陆剧陈情令由肖战 王一 领贤主演 魏无现世经典的 美强惨男主代表 唯就将城抛下金丹 被丢进乱葬岗 携碎侵蚀肉身 得不修炼鬼道 成为怡灵老祖 真的把美强 惨疾 一身 还好为无限最终 喜清冤去了 香蜜沉沉静 双游养子 领贤主演 旭凤喜欢上锦蜜 却被算计 哥 父亲 母亲都离开他 连锦蜜都牺牲了 整部剧 是旭凤跟润玉 一直在比惨 还好最终是美满节了 山河令游 龚俊领衔主演 两位男主角都很惨 点得坠牙场景 让人超心疼 成功报仇后 又为了 活周子书 将真气书给他 因此一叶白头 这个角 也让龚俊圈粉无数 可怜的帅哥 谁能不爱呢 刘 游诚意 领衔主演 陪伴玄机时事 为了化去他一 利器 在这么惨的过程中 还超深情 也被网友封 男主人设的天花板之一 十一部陆剧 男主人设天花 贺丽华亭游 李毅童主演 萧定权 虽然贵位太子 是父皇与母亲不和备受冷落 周围的人更相继 嗨 真正喜欢的陆文西又不能相守 是个超级苦的太子 狼野榜胡歌 刘涛 王凯领贤主演 少年从被陷害全军覆没又身中其毒 才改以梅长苏之辅佐靖王 在过程中还要被好友靖王质疑 完全是有苦说不出 和霓皇郡主的感情也无法开花 果虐得又真实又心痛 请不吝点赞 订阅